例如說未來什麼事情都要不要跟AI去 包括如果對你未來想說文學 現在都有AI可以幫你嗎 那AI為什麼跟這個遊戲有關呢 因為這個遊戲最關鍵的就是叫做 decision banking 決勝 你做什麼事情你都要做決定 對不對 你要不要 你說你到上畢業之後 你要不要再去小學 現在在西谷很多人都要努力高中生就是創業 可是你做什麼 你就是用AI發明什麼東西 你就不用再去練大學 那練大學練大學好處 你為什麼要練大學 可能要變得很聰明 就是那最後呢 因為我們這個 金融專業委員到現在呢 他最底強成的都是AI跟數學 那我們也在開始跟從領導師到黃教授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北科技大學 因為台北科技大學呢 是我們台灣電力整理電子成立的 基礎的最有貢獻的學校 在1978年代 你看光華商長在哪裡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不只這個 也就是我們現在往這裡卡牌 這個叫鬼牌 所以我們要在每個學校 能夠幫助你的學校來建立所謂的原宇宙實驗室 那這個原宇宙實驗室呢 就需要引進AI跟量子機上 所以最後呢 我給同學一個勉勵 就是說 不管你要做什麼 未來你不想給AI取代 只有一個辦法 你的數學 你要喜歡數學 你不喜歡數學 在未來這個世界 不管各好各業你都會被取代量 OK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給你這樣的能力 就是你對數學 你要有beautiful mind 但是我們會在未來會有一個 就是 基本上會有一個推廠的計畫 給各位到各位學校去 那我希望說 我們會讓各位同學了解到說 今天你看到AI 還有這些量子機上的數學 最早原始的機種產業 300年前 所以你們如果有聽過 叫做巴賽 對不對 然後如果聽到數學家 反正你叫牛郎 這些人怎麼來 就以前最早最早的 這些 現在量子力學這些科技 最早原始已經人 現在又要回來解決這些人的問題 其實這個世界上 一切都有它的安排所在 那我希望說 未來這一年 我們有線上的平台 可以在廣告 帶給各位同學用AI 輔助你們 做更高一層的這個學習 好不好 謝謝各位